由于是直男的原因 男人整整30年没有交过女朋友 然而就在这天下班的路上 缘分让他碰见了一个红衣女人 由于一时的不小心 女人将东西撒了一地 可周围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他 而作为直男的男人看见这一幕 自然也没有伸出援手 甚至还在关门的时候吐槽了这么一句 打死 然而男人打死也想不到 正是自己的这一句话 红衣女人却听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一早 男人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可奇怪的是 在和同事交流的过程中 男人竟然恍惚间看见了 那个在地铁上的红衣女人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男人也只能安慰自己 这只是个巧合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下午去图书馆的时候 男人转头竟然又碰见了那个女人 这可把男人给恶心坏了 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这里 然而他打死也想不到 刚出门没走多远 他居然又在一旁的椅子上 看见了那个红衣女人 而这种种诡异的巧合 也让男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便准备坐车离开这里 也许这样便可以远离那个女人 可万万没想到 男人刚踏上公交车 他就发现那个女人竟然也在车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男人慌了神 他立刻要求司机开门 然后一溜烟地跑了下去 直到看见女人坐车离开 男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不凑巧的是 此时天空却下起了小雨 恍惚间 男人迅速跑进了附近的餐馆准备避雨 进屋后 他还特意看了一眼红衣女人 有没有跟过来 随后才安心地坐到位置上点起了餐 可结果下一秒 那个女人竟然从餐馆里的厕所走了出来 更糟糕的是 随后女人还坐在男人的身后用起了餐 直到这时 男人再也不淡定了 他意识到自己被红衣女人给缠上了 于是便迅速复完餐费逃离了这里 然而此时外面依旧下着大雨 男人来到地铁口 他转头再看了一眼女人 确认对方没有跟上来 这才放心地走进了地铁 然而由于时间太晚 周围早就没有其他人的踪入 好在这时最后一趟地铁开了进来 然而与此同时 男人的脚边却滚过来一枚硬币 更奇怪的是 男人看了看周围 根本没有其他人的踪影 他疑惑地捡起了地上的硬币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这枚硬币 不就是那个红衣女人掉在地上的吗 男人越想越害怕 而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又传来了硬币掉落的声音 然后 对 对 好 对 是 对 感谢观看